大家好 我是老汪 前段时间朋友一个砖子出现问题了 请我帮忙去看一下 后来我发现它是四肥不大 造成了砖子的死亡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散肥经验 第一 假如说我们要用复合肥 我们尽量选择在小雨的天气 要保湿 很多人就是复合肥洒的过于多 造成了烧死 第二 我建议大家使用松果肥 这样的松果肥它更安全可靠 肥效时间更差 比如我们上的饼肥 怎样使用 我们在116期里面详细的介绍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第三 我就讲一下城市的很多朋友 他这个饼肥有的买不到 可以根据自己的宿主 在晚上可以买一些 针对性的碗湿 什么都可以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